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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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准确地说是明基友达公益基金会项目中的一部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这个基金会本来可能不会有 它差一点就终止在申请的路上 而我自己呢 也实在没有想到会跟申办基金会这样的事扯上关系 大家看到我的题目 公益带来的改变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公益 我自己改变的故事 以及我所看到的改变 要说到我自己呢 能够在公益的路上坚持下来 最开始的那个阶段是真的要感谢我的儿子 我98年加入明基的时候 就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员工 跟许多人一样呢 我的期望呢也就是最好薪水能多那么一点 在此之前也没有参加过公益活动 因为老板很热心 说是关怀社会是明基的文化 那就会组织很多的公益活动 我就跟着参加 但是那个时候孩子还小 所以就带上孩子一起参与 那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很难投入 做活动也不太走心 毕竟是成年人了嘛 自以为自己看得多了 其实是接纳的能力下降了 也很难被感动 但是小孩就不同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本身的 纯真质朴的善良 比起大人来更容易在公益中投入 你像我儿子 他因为是在福利院里边看到那种小朋友 跟他的年纪差不多 命运相差那么大 他就很受触动 那像他平时呢 就会把自己的零花钱 一些压岁钱就积攒起来 把多买一袋奶粉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也因为参与公益呀 我就越来越发现 我儿子变得他更加有担当 也更加耐心 那他自己呢 也更加地乐于分享 那他的这些变化都对我是一个真的挺大的鼓励 我就更加愿意带着他参加 但其实带着他参与的这些过程 我自己的改变也在慢慢慢慢地发生 我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够投入了 感受到快乐了 所以在座的爸爸妈妈或者未来的爸爸妈妈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带上孩子一起参与到公益中 成长的不仅是孩子 还有我们大人 当然光是参与 其实啊 想要改变还是不容易 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 在公益的路上 最难最难的就是坚持 这一点我在申办这个基金会的过程中 感受特别地深刻 申请这个基金会用了将近两年 在这期间 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电话 跑了多少次腿 求过很多的人 一次一次地解释说明 递送资料 但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让你办不成 真的是太累了 那个累呢 不是身体的累 是心里很累 很绝望 也很无助 但是每一次呢 受到了挫折 回到公司里 看到同事们 很热心 很期盼着 你带来好消息 那我其实 又不能告诉他们实情 不忍心告诉他们 真的心里很难过 其实我也快坚持不住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 还好老天爷眷顾了 我遇到了一个 比较好心的领导 我之间还记得他对我讲的话 有必要这么为难他吗 他想做什么呢 不过是想做一点好事罢了 现在回想呢 整个的过程 其实我自己收获挺多的 如果说 你要改变的话 参与只是改变的开始 能够克服困难 坚持下去 真正的改变就会发生 十七年 我从被动的参与公益 到主动的组织公益活动 到申办公益基金会 把公益当成了自己的一项使命 我的人生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我的身上 也发生在我周围许多的志工身上 竹园小区有一位三班岛的保安王大叔 王大叔呢 他以前下了班就是回去搓搓麻将 打打牌 那他很偶然的机会就报名 加入了志工的队伍 从此呢 他下了班 有了空 就会到医院里呢 帮助推推轮椅 帮助给人家挂个号 拿拿药 指引一下就医 志工的工作呢 看似简单 其实难也就是难再坚持 王大叔到现在已经坚持两年多了 那这两年里啊 他越来越投入 越来越快乐 跟他聊起来 他就会觉得说 他以前自己也受到过看病难的苦 现在能够啊 在医院里帮别人一点小忙 他自己真的 比起以前来觉得生活更充实了 内心也更踏实了 其实啊 在我周围这许许多多的志工里边 像王大叔这样的人很多 其实他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那他们呢 其实在给别人点燃一盏灯的同时 也照亮了他自己心里的路 他在公益的过程中 都经历了人格成长与完善的过程 对于他们来说 参与是改变的开始 坚持改变就会发生 公益就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除了志工的改变 其实最让咱们感动的还是受助人的改变 刚才大家看到的中途之家的项目 就是脊髓损伤患者的一个帮助项目 这些人呢 其实他受到的一个突然的人生变故 都是很大的 那其实就是从我们这样的正常人突然瘫痪了 由于各种原因 那这个项目就是帮助这种人群走出家门 然后来获得一些基本的康复技能 生活技能 那其中有一位患者 叫周琼 我对他的改变印象特别深刻 曾经的周琼 年轻漂亮 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 他的嗓音呢非常的甜美 追求的人很多 但是一切的美好就在一瞬间戛然而止了 有一天他晒被子不小心 就从六楼摔了下来 从此就瘫在了床上 那雪上加霜呢 他六十岁不到的爸爸 也因为癌症去世了 真的大家想一想 在一夜之间 所有的美好离他而去了 从此呢 十多年就是躺在床上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积蓄用光了 靠着低饱生活 那他的脾气越来越古怪 越来越暴躁 经常啊 对着跟他相依为命的妈妈 去发脾气扔东西 周妈妈都七十多岁了 本来照顾他就越来越力不从心 那还要面对他这样的坏脾气 那还要呢担心他的未来 老人家实在没办法 都想到过自杀 志工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其实周琼对我们非常的抵触 比如说你要让他从床上 坐到轮椅上 搬他到轮椅上 他就会对志工吼起来 有一位志工小董看着他 平静地说 周琼 其实我是个癌症病人 我也过得挺好的 我还能来帮助你 周琼呢 他听了就愣住了 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上门 然后来劝说 来鼓励 来帮助 他终于愿意走出家门了 在康复中心里呢 医护人员又是一遍一遍地教他一些康复技巧 甚至制作了那个操作的DV 来帮助他 帮助他能够更好地掌握一些药领 他喜欢吃巧克力 那志工就跟他约定说 你今天把这些康复动作完成了 那我们就去买巧克力给你吃 爱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融化了他 再加上呢 同样的一些病友对他支持和鼓励 周琼的变化特别大 在这个项目第一期的结业典礼上 他本来想给我们大家唱支歌 但是太激动了 就只能讲了几句话 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 让我们在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现在的周琼又是活泼开朗的美女了 他呢成了志工 来帮助呢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 而且他还开始了创业 他制作并且销售呢 一些手工的制品 这样的改变 其实在每个项目中 几乎都能够看到 那对于志工来说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讲工艺不是诗语 而是工艺啊它不是诗语 它真的是引路 对于受助人来说 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的帮助 那还有精神的鼓励 心理的关爱 那对于每一个受助人来说 他从真诚付出的志工身上 会感受到爱的力量 工艺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甚至产生传递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作为志工 千身参与到工艺中所带来的改变 那除了志工的改变 受助人的改变 其实企业的员工 也会在这些工艺活动中啊 一点一点的发生改变 像明基医院有一位医生 他是从工艺院过来的 人挺不错的 医术也挺好 但是如果跟他讲企业文化 那他就是往往是不以为然 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他认识了在医院大厅弹钢琴的李爷爷 他知道李爷爷的故事以后 还是很受触动 李爷爷今年呢是82岁了 他呢退休以前在大西北工作 据说参加过原子弹的制造 他本身是个直肠癌的患者 每一天呢 每个星期会有一天呢 他就到南京的明基医院的大厅 为患者弹钢琴 之间已经五年多了 那跟李爷爷交流了之后呢 这位医生啊 真的是开始变化了 愿意参与工艺活动 参加了之后他才发现 诶 周围啊 有很多很多像李爷爷这样的人 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 他的变化非常的大 平时这种变化也会体现在工作中啊 像他对病人更加关爱了 给病人买饭 给病人献血 给他的感谢信也有很多很多了 我跟他聊起来他的变化 他自己都非常的感慨 他说以前啊 我跟他讲什么是病由亲 他觉得我是在喊口号 那他现在觉得 其实把病人当做自己的家人 是更帮助他把病人放在心上 以前呢 我跟他讲说拿红包是要碰底线的 那他觉得是小题大做 但他现在能够做到了 觉得很舒心也很安心 对于企业来讲 什么最重要 人才 如果说企业都能够以更长远的眼光 看待员工去参与到公益 然后呢 能够看到 由于公益给员工带来的这种正向影响 那么鼓励员工亲身参与 为员工参与创造条件 就是当然的选择 最近呢 因为柴镜的穹顶之下 大家对于雾霾都是非常的关注了 其实啊 雾霾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人心的雾霾更加的危险 我想我今天站在这里 不是想来标榜自己 也不是想来说我们做的有多好 其实我是想用自己的例子 告诉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爱的能力 我们是施爱者 我们更是受爱者 如果能够凝聚我们一点一滴的力量 来影响我们共同的未来 你想 因为整个的施爱行善的过程 是我们自己亲身来参与完成的 这份感动是我们牵身去感受到的 而这份感动能够清洁人心 能够驱走人心的雾霾 那样 至少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遇见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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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